去年4月1号开跑的消费税措施落实至今超过一年 社交媒体近来谣传 政府将在6月1号开始调高消费税率至8%的消息 财政部副部长拿到蔡志勇今天出面辟谣 强调政府没有计划调高消费税率 消费税将维持不变 也就是保持在6%的水平 蔡志勇指出政府已经多次强调 不会调高消费税率 为此她呼吁民众不要散播不实谣言